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判断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迈向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最近诈骗猖獗 三本来了不下广告 也没有耐权或者助理 如果要你加耐 或者私底下提供三本YouTube会员频道 知分析文都是诈骗 私底下收取分析文也会有法律智慧权问题 请各位股民小心 今天的影片带大家深入了解 近期许多投资人喜爱的月配息债券ETF00772B以及00773B 如果想要这两档月配息债券组合成 每月带来1万元被动收入需要多少成本呢 最后也带大家比较这两档债券的合理价位 喜欢三本的分析也请别忘了按赞订阅三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慢慢建立自己的存股名单 也可以追踪三本的FB以及IG 有更多精彩的图文内容 三本放在影片的资讯栏 过去我们讨论过 正常情况下债券价格与债券殖利率呈反向关系 当债券价格下跌 债券殖利率就会上升 反之债券价格上升 债券殖利率就会下跌 现在大家已经准备迎接债券价格 反弹上涨 首先我们看到两档债券ETF投资评比 股价是以7月18日为基准 00772P的资产规模已经来到1366亿元 几近台股债券ETF前10名 另外00773P的资产规模也是成长非常快 资金已突破900亿元来到906亿元 目前00772P的成本价为36500元左右 相比于00773P38000元来的低一些 除此之外 00772P的成分股为316档 每个月减4成分股一次 而00773P的成分股为67档 也是每个月减4成分股一次 00772P ETF的标的指数为10年期的高评级美元公司债 而00773P则是蓬勃10年期金融债指数 除此之外 00772P的配息频率为月配 平均预估月配息为0.14元 内扣费用约为0.28% 而00773P配息频率也是月配 预估月配息为0.15元 内扣费用约为0.26% 目前两档债券ETF的殖利率都有4.5%以上 三本觉得都是不错的表现 另外两档债券ETF选在逻辑楼上 00772P所选的都是美国市场所发行的公司债 性贫等级高 成分债的剩余连线为10年以上 而00773P则是锁定美国大道不能导的金融债券 成分债的剩余连线为10年以上 分析完初步的特质后 股民最关心的就是两种ETF的投资标的 报酬率为何 随着升息循环接近尾声 每债相较历史高点 约还有五成的上行空间 00772P前三次配息都稳定配发0.14元 以目前月配的金额 在36.5元内的价格购入00772P 殖利率都有4.6%以上 若有机会买到33.6元的价格 则殖利率会来到5% 另外00773P前三次的配息都配发0.15元左右 以目前月配的金额 在38元内的价格购入00773P 殖利率都有4.7%以上 若有机会买到36元的价格 则殖利率会来到5% 股市会继续涨还是继续跌 没有人能预测得准 但升息结束后的降息 却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 而由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安全性最高的长天奇美债 更是有望成为因殖利率走低而使价格反弹最大的标的 如上读所示 近四次升息循环结束后 进场投资长天奇金融债 10年奇金融债在持有两年时间 潜在报酬率达41.2% 而投资级公司债在持有两年时间 平均报酬率可望超过26% 我们都知道美国好的公司债违约以及发生风险的几率是很低的 那如果我们要两档债券平均每月加薪5000元 组成每月1万元被动收入 我们要投入多少成本呢 以00772B以及00773B成本价分别是36.5元及38元来计算 共需买入00772B36张 以及00773B34张 投入成本分别为131.4万元以及129.2万元 总成本约为260.6万元 以目前00772B月配息0.14元左右 每月配发5040元 00773B预估月配息0.15元 每月配发也是5100元 每月总配息金额约10140元 投资的殖利率约为4.66% 以00772B为例 其最终指数10年期美元高平均 公司在指数目前纯续时间约13.32年来说 代表的意义就是 未来降息一个百分点 00772B约可上涨13% 因此未来卖入降息后 股价越有上行的空间 00772B以及00773B的在习属海外所得 巨棉角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以及750万内免客个人所得税的优势 所以非常适合纳入存在名单 两档持有两年预估报酬率分别为26.2% 以及41.2% 对三本来说都是非常稳定 而且风险很低的投资标的 另外三本认为00772B以及00773B的优点如上 第一点00772B投资的公司在产业配置分散 举防公共事业类、科技业、营兽业 因为分散产业所以受个股的影响比较少 第二点00772B目前配息都维持稳定 适合向我们想要领再息的投资者 第三点00772B含有收益凭准机制 所以配息能更稳定 不会有互高互低的情况发生 关于00773B的优点 第一点因为00773B是月配息 除此之外买进的标的都是美国大到不能老的金控 风险也是很低 第二点00773B金融债的性贫较一般公司债高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且违约风险相对较低 第三点00773B同样含有收益凭准机制 所以配息能更稳定 以上是三本认为两支债券ETF的优点 投资朋友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分享你投资ETF是哪一支 挑选原因是什么 接着我们来看两档债券的股价区间 也就是判定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 目前00772B股价36.5元 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分别为30.5元、37.3元以及44.2元 目前00773B股价38元、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分别为32.7元、40元以及47.4元 00772B以及00773B却位于便宜至合理价区间 便宜、合理、昂贵价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现金鼓励以及股票鼓励计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定存股、ETF或者金融股的便宜、合理、昂贵价 三本在会员频道新想本以上坐有投资表可以参考 也会有比较多的描述 会员频道连结 三本会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 以上是这两档在券ETF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么见解 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也可按下影片下方超级感谢 小儿赞助支持我们 我们会持续提供更好的影片给荧幕前的你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 盖部构成购买、出售、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晚上八点 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